這條就是practice paper 的MC第十二條 問TC、MC、AC 這條題目就給了你 固定成本是20 固定成本是20 幫你找到什麼? 如果你有個total cost 可以幫你找到個可變成本 第一件的verbal cost 就是40-20 第二件就是65-20 就是45 如此類推 給你固定成本 就有這個用途 假設市價 即p 現在是35元 在它賺得最多的時候 那個output level 的時候 利潤會是多少呢? 另外producer service 是多少呢? 而利潤和producer service 其實就是有一條公式 利潤等於什麼呢? 就是將producer service 減了固定成本 或者交換 將固定成本加回利潤 就是producer service 其實兩者都好像一個公司賺的錢 不過前者就是正常人理解的賺錢 而後者就是producer service 沒有考慮過固定成本 沒有扣到固定成本的利潤 這裡呢? 首先我們找到 最大化利潤的output level 這裡呢? 是有一個條件的 就是p 等於mc 因為現在我們給了價錢 p 是35元 市場現在賣35元 那幾多件的時候 mc 是35 那就是利潤最大化的產量 這裡呢? 你可以將 每個單位的一個TC 減回前面一個單位的TC 就會找到mc 例如0個單位的TC 是多少? 20元 固定成本是20元 所以呢 如果我們找回mc 第一件的mc 就是40-20 就是20 第二件就是25 第三件就是30 第四件就是35 那去到35 我們不用再計下去了 因為mc 就等於市價是35元 那就是說 最大化產量是4件 那四件它賺多少錢呢? 就是把total revenue 這個profit 等於多少? 這個total revenue 減回total cost 那麼total revenue 就是4件 乘以35 那就是140 減回total cost 就是130 即是說現在呢 它的利潤是賺了10元 而producer service 我們只要加固定成本 就找得到 即是10元 加了fixed cost 20元 即是30元 所以答案就是 BOY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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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